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二、三 他的工作量是 绝对是我派东联系 最大量的一个事情 我几乎有两个月 变成一个专业的美术 美工站美术部一直在做 背景其实有很大的 发挥的空间 道具库、服装库 就在我们化妆开会的旁边 你真的整个道具库 你们去看一下吓死你 既有本身事情的味道 从此间有我们现代人的感觉 你看那个角度 我们尊重它 但是应该由我们眼光就看到 你要做更多更多的设计 时间要跟试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很多很多 盔甲都改了很多 就很多细节 都是我们拍戏里面的一种技巧 帽子也好 胸甲也好 肩甲都是卷云 然后中间还写了两个汉字 这是卷云 它是云 实想的 浪漫一点的 就是说把卷云子放在那会儿 一个维和部队 你说 通常是劝人家打架 如果你招个大盾牌很笨重 你小盾牌的时候 你可以挡东西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想法 因为非常逻辑的 非常不想打架 我就 人家在打架 拿刀拿监 你怎么办 拿刀拿出来 结果 这个小盾牌 是一个非常大的用处 你可以在电影里面 最后发现 这个小盾牌 最后是救了我 建那个城 它不是你搭一个景 它是你要拍人 怎么样搭那个城市 你搭完 我肯定是用最现代的 科技的技术来弄 今天肩补这几个城不困难 古代补这些城就很困难 所以那非得要用上 他们所有的技术 起码它那个古代的合理性 要用 所以所有东西都得用 古代那个建筑 那个方法去呈现 我们建这个城 整个电影控制在我们自己创作的一个世界里面 电影就是电影 要是你做一个完全一样 它就不兴奋 所以我想怎么样才兴奋 怎么样才那个设计感比较强一点 刚才一样就行了 好 好 它吸引人往往都是一下那的事情 它不代表立下那不重要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多做一些东西给观众看 我是看它给一个机会 告诉观众 我有多少创作力 我还有多少创作力 我还有多少创作力